由屏東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碩士般的師生 共同策劃了形象展覽 最近在台中20號參與開展 共邀請了12位藝術家和六件徵選作品共同來展出 創作媒材包含了平面、立體和錄像等藝術 就是像我們平線一樣 當我們站在這邊的時候 你也會想著這邊 當你站在這邊也會想著這邊 所以當你跟藝術家在對談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有藝術家在現場 跟他對談的時候 你也一直會看著他的作品 所以真正的作品不在於藝術家的作品 也不在藝術家 是在觀者本身 參展藝術家的作品 有的著重時間上的描繪 有的則是透過自身職業來省思生命型態 多元的創作內容 表現出藝術家的生活行為和態度 主要是因為我的身分是醫師技術師 就是檢驗師這樣子 那我們是從醫學的角度下去做 就是希望從生命的最小單位是原型 所以我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圓所組成的 那主體就是一個DNA的形狀 因為我想要呈現的是一個生命的構造 你會發現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連續的 大概比如四張到六張 甚至我現在正在創作一張大概有五十張 同一個風景 然後我找出五十個不同的時間點 跟不同的氣候來完成它的一個畫作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時間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時間在我的畫面裡面 佔很重要的程度 整個展覽時間到七月八號 接著就要移師到南部展出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觀賞 記者的講座中才到 有興趣的民眾前往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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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的民眾前往觀賞